将在地企业的精神与国际链接 中部四家的创业凯模在花博、丰园、呼噜顿的园区 是共同联名捐助新建了凯模创生馆 结合了饰品、运动、温泉以及运绿椅等等四项的产业 体现了台湾的产业文化精神 而这天总统府资政宋楚瑜 在市长林佳龙的陪同之下前来参观 并且给予高度的肯定 民众在清新温泉饭店白日梦冒险奇想国度 尽情与乡内的展品自拍互动 而在户外区也设置了高尔夫球场国领 让民众了解高球场的生态 另一头也可以体验舒适的按摩椅 结合看、听、闻摸、做、五感体验 让民众在创生馆感受台湾在地企业的卵实力 企业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那大家不怕困难 就是突破所有所有的困境在没有资源匮乏情形下 我们愿意突破所有的困境 成长、发展、茁壮 借着花博这个国际的盛会 我们能够链接到国际、链接到未来 花博为在丰元葫芦敦展区的凯模创生馆 由中部四家企业捐助兴建 体现台湾的产业文化屹立不咬的精神 这天总统府资政宋楚瑜 在市长林嘉隆的陪同之下 前来参观创生馆 并表示这里结合美学以及创意 整合共同的力量 看到台湾的独到之处 他提出一些构想 把老的乌鲁敦的旧河道 能够把它好好的维修 把它好好的变成一个生活的景点 他的创意得到市长大力的支持 我们这次的花博 其实花只是元素之一 最近有人在网路上大量在传播 其他办过的城市 因为他们是以花为主 虽然我们是以花卉 园艺 农业 事实上是一个台湾国立的 呈现的博览会 所以会有花 像我们的兰花馆 但我们就不是放在一般外面的草花 宋楚瑜等人一同将金属挂饰 挂上新锁墙 上镇深深不喜的美好未来 透过花博 不仅是要展现台湾的花卉 园艺以及农业 更是要结合台中的隐形冠军 让在地企业练节国际 放眼未来 建成专台中仓报导 在地企业中仓报导